大家好 我是Tim哥 它是Oli 今天是7月3號 我們有哪三則科技新聞呢 我們來看一下吧 第一則新聞就跟三星的Note系列有關 因為三星他們在每年暑假的時候 也就是7月8月會有一個發表會 上面也是S 下半年就是Note Note20沒想到在三星的俄羅斯官網 突然被爆料了一下 雖然已經圖馬上下架 但事實上它的照片已經流出來了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是Note20 Ultra的美背照 你有沒有看到它顏色 它顏色叫神秘銅 你可以看到它背後 其實有點像是那個玻璃 然後透過霧面磨砂處理 來去把它做出來的 它的外觀設計 你直接仔細看一下 它就是延續什麼Note10的設計 S Pen的 你拿Note的設計有那支S Pen 是很不耐吧 那你先下去 好 S Pen呢 的顏色其實跟這次的神秘銅是差不多的 相機的造型你可以看到這次是三鏡頭 但是它的三鏡頭的口徑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它這次的拍照 有可能會跟S系列會有所區隔 會不會把S系列的100倍變焦放下來呢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的 因為目前有一些外媒流出來的 是說它們變焦可能只會達到50倍而已 可是它們應該會搭載最新的雷射的自動對焦系統 反正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等它發表會的時候 再來正式來看 那發表會呢 目前大家預測都是在8月第一週 好 那我們就持續鎖定生機天空生物日常吧 那我們來看第二則 第二則呢 如果你有以下這些iPhone 可以換電池了 好 為什麼呢 剛好有原廠的電池的那個維修的更換服務 台各大呢在7月2號到7月31號 那它們呢 推出了iPhone的原廠電池的優惠服務 從52則到67則 有共6款 iPhone 8 iPhone 8 Plus iPhone X iPhone XS iPhone XS Max 跟iPhone XR iPhone XR 像是我助理在用的 它也可以去換喔 不限台各大的門號 只要到台各大的網站 你去做預約登記 然後填寫完以後呢 台各大會傳一個簡訊給你 你就到時候拿這個簡訊去它 買Fone的門市 你就可以審辦了 那它的金額是這樣 如果你是iPhone 8或8 Plus的話 原價電池原價1890 但是呢 你只要到台各大這邊去換990 那如果呢 如果呢 是那個 iPhone XS 是2490 那 折過來後呢 變成1680 所以是67則 我覺得蠻優惠的喔 趁機去換一波吧 我們來看第三則 好我們來看第三則 就是在昨天的時候呢 Sharp 它發表了最新的5G手機 也是在台灣的首款的Sharp 5G手機 型號叫R5G 那它的這個手機呢 螢幕尺寸是6.5吋 然後是Pro的iGZO的螢幕 這是他們家獨家的 120Hz 然後顯色是10億萬的顯色技術 然後是5G晶片 高通865處理器 你看它背後呢 是四鏡頭 然後拍攝是8K的錄影 那它這次的容量有分128G跟256G 重點來囉 它是7月6號可以正式開賣 但是它的價格 老實說也是不便宜喔 34,990塊 所以 5G手機真的 大家可能要等一下 我個人會建議等到 7月中下旬 因為三星的A系列也要出5G手機了 好嗎 好 有任何5G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週見啦 掰掰